前两天我过生日 我的朋友们让我感受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射死现场 请你们自己先看一眼这个视频 为什么 我的妈 用大喇叭 在我自己唱的哭哭歌 我承认我慌了 这下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过生日了 进门之后 同事有个相遇的看法 让我唱成绩歌诗给我自己唱了 他很快乐地把蛋糕递给我 我看了一眼 你把这叫蛋糕 真不愧是我李慕环的朋友 24年了 我第一次收到牌球 实在是太有型了 看我过生日把本体送给我 这个牌球的手稿好像确实还不错 而且就当我以为这个牌球 它只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牌球的时候 它是夜光的 它居然是个夜光的夜光牌球 它还真一球多用啊 可以让我打它 可以让它给我照明 你别说夜光的丑战还挺好看的 还有这对酒杯 我哥这对酒杯给我送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刚徐了 我前两天刚说完我要借几哦 这个你们猜一猜 这个是什么 非常的神奇 这个是1998年1月15日 我出生那一篇的报纸 真的很神奇 家人们 然后招二狗给我送的这口红 近两年就有的口红都不软了 还有妈咪又要送我的 行刃剪里边 我达达给我的这个旅行装的补书品 也是挺刚适的 我发现了 我的朋友们走的都是那种 走心实用派 我那两个人形立牌是不是还给公司 我先不说了 你把这红都帮助 你知道吗 你把这个帮助 也不做了